黄磊是娱乐圈出了名的 爱老婆会做饭的10号男人 现在黄磊的身价一直上升 不管是事业上还是家庭上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饮价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羡慕嫉妒恨了 这样一个幸福的五口之家 是在什么样的家里面生活呢 一起走进黄磊的家看看吧 外景看来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二层小楼房 说真的 外表还不如农村建筑的 不过外景绿化还算不错吧 小洋楼的正门 门的装修设计上充满了偶式风情 非常精致的雕花 费上有艺术感 大厅是二层小富士 多数回廊都运用了罗马柱和拱门设计 木质家居然也体现了一个人的生活品质 多多生活在这样的具有唯一的环境 自带了一种高雅气质 客厅的一角 看上去面积好像并不是太大 然而装修风格也是以简单为主 家具风格有偶式有现代风格 结合成了一种现代偶式风格 整体看起来给人的感觉确实很美妙 书房喊着岁月气息的木质书斋 那浑黄的暖光 带着岁月狠气的桶色床栏 和蹭蹭书籍 透出一种温暖踏实的感觉 一个有事业 处意又好的男人 不知道迷死多少女生 往来在向我的生活中 做的每一道菜都让人排汗叫绝 节目中曾感慨 没有给女儿做饭感觉很愧疚 看来独独每天都是吃爸爸做的饭长大的啊 这是卫浴间的一角 从水龙头看上去好像有点复古感 加上台北面上的瓷砖 看上去更加复古 然而一张大的洗漱镜子 将整个空间映成的大气质感